江苏常州工地发现百年血红色奇观 经历了数百年浸泡的棺木光亮如新 宛如刚刚入土 为了搞明白血观的离奇一样 专家们不惜动用X光超大型仪器对棺材检测 从仪器上一闪而过的亮点让在场的专家吓得直呼 古人为何如此歹毒 真是可恶至极 那么墓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棺木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墓主人又是谁 如此高规格的墓葬 墓主人为何要承受非人的待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2018年12月份的某一天下午 位于江苏常州市金潭区唐龄的一个工地上 一群泡在污水里面的工人正在忙前忙后 这一个工程的相关工程量还是不小的 但是在这一天马上结束的时候 突然在这个水坑里面瞬间塌陷了一个大洞 因为这个大洞的出现导致一部分的污水灌入 那么这个情况 有部分工程就需要反攻 于是乎这帮工人还是有点郁闷 这不是给自己添乱吗 带着相关的牢骚 这帮工人继续干活 原本这批工人只想着 把塌陷的坑洞里面的污水用抽水机给抽取出来 但是很快 这批工人就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污水抽干之后 出现在工人的面前不是众人想象中的泥坑 而是一间石室 并且 这间石室可以看得出 经过比较细致的整理 修筑手法细腻 并且 让人意外的是 这间石室里面 居然在正中央躺着一口大红的棺材 并且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虽然在地下埋藏了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这具棺材上面 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制作的颜料 居然丝毫没有掉色 并且在暴露之后 那红色更是显得耀眼 在周围的环境下 让人感到有那么一丝丝的不舒服 于是 相关的工地负责人员立马把自己发现的情况上报给有关部门 并且封锁了一部分的现场 于是在15分钟以后 相关的考古队来到了现场 这个时候 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 四周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那么 考古队来到现场以后 显示对周围环境以及墓穴的形制做了一系列的初步调查 从初步调查来看 这应该是一座宋元时期的古墓 不过 很快现场就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那就是在棺材里面和墓穴里面 发现了青膏泥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还是比较意外的 因为青膏泥一般出现在春秋秦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级别的大墓里面 可是从初步的调查来看 这应该就是宋元时期的墓葬 虽然说 出现青膏泥有点意外 但是也让考古队确定了一个时期 在这座棺材里面的人物 基本非富即贵 随着正常的考古发掘的继续 中间那座血红色的棺材 还是引起了在现场所有人的注意 可以看到的是 虽然长期在地下被污水浸泡 但是这座棺木散发出来的色彩依旧十分光彩夺目 另外根据观察 考古队发现 这具棺材比较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它的制作工艺是自上而下 看起来是一体化制作完成 在面前就是一件细致精美的工艺品 类似这样的棺材 放在中国目前认知的考古历史上 都是十分少见的 于是在现场的考古队觉得 单单在外面的棺材都如此精美 那么里面的陪葬品想象空间可太大了 出于进一步的保护棺材里面的文物 以及现场实际情况下的考量 于是考古队在商量后 立马把这具棺材连夜运送到了长洲博物馆 接下来 考古队要做的就是进一步的开关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棺材似乎连条缝隙都没有 按照常理 棺材肯定使用棺材钉固定的 看了一圈 考古队实在找不到相关的开启缝隙 于是在商量之下 考古队借来了X光 准备对棺材做个扫描看看结构 但是就在仪器打开之后 先是在屏幕上出现了一片模糊苍白的背景 很快一对眼珠的东西一闪而过 这时考古队也有点发猛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一闪而过 考古队员每个人的内心都想着这个问题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以后 考古队发现原来是棺材里的基叶吸收了X光 那对眼珠一样的东西 应该是其他的陪葬品 于是考古队员们进一步的开始了开关的过程 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努力之后 大半个棺材里面的物品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之前混褐色的棺叶里面躺着许多的金银制品 并且很快那对眼珠也有了正确的答案 那就是躺在棺材里面的闪闪发光的茶盏 而在众多的陪葬品里面 最让考古队感到惊喜的是出现在棺材里面的几枚梳子 虽然梳子是常见的陪葬物 但是这几枚显然有点不一样 从相关的外观来看 较以往长州地区出土的梳子来看 这具棺材里面的几枚梳子显得更加的端庄大气 而长州地区在古代又是著名的制作梳子之乡 在15600年之前的唐宋时期 长州地区的梳子就文明中外 因为长州地区经济发达 文风鼎盛 也导致当地的才子家人们 把艾美审美的表现具体化到了梳子身上 很多人花费重金来打造精美的梳子 甚至长州地区梳子的精美 给当时的大文豪苏东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照这具棺材里面的出土文物来看 墓主人肯定是大富大贵之人 虽然墓主人的尸体已经消解 但是因为客观的墓室保存条件 以及棺材复杂的制作工艺 用料上成 再加上清高泥的保护 结结实实地隔绝了内外的空气 使得这具精美的棺材 可以在长州地区江南多宇 湿润的条件和环境里面保存下来 也让在千年之后的后人 有机会目睹了这具精美棺材的风采 中文字幕引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